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美国学者陶寒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上一回我们说到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重大牺牲 终于击败了日本侵略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但是这抗战刚刚结束 国内风波又起 国共双方从联合抗日转为敌对政权 国共双方重新走向了对立 从日本接受波斯坦公告那一刻就开始了 很多人认为日本政府是在宣布投降的那一天 也就是1945年8月15号接受波斯坦公告的 但实际上在长期原子弹爆炸的第二天 也就是8月10号日本呢就已经接受波斯坦公告 准备呢无条件投降了 这个消息似乎很快就传到了国内 8月11号蒋介石立刻向八路军下令 说你八路军呢没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之前 只能在原地待命不许移动也不能接受日军的投降 对于这个要求呢中共是拒不接受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当即反驳说了 说八路军有权接受日军和伪军的投降 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就为了投降这事啊 那两方面是爆发了无数的冲突 又有好几千人伤亡啊 投降这事呢其实只是国共冲突的一个起点 更大的冲突是接踵而来 日本投降之后他们占领的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 蒋介石立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呢 蒋介石把驻扎在西南的部队源源不断的运往东部 疯狂的抢占地盘 中共呢则派出林彪率十万大军前往东北 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双方的你来我往各不相让 很有可能就会爆发冲突 斯大林这个时候呢就建议说了 说如果这个时候啊 你们打起来了打内战了 对于中共那是非常不利的 不如这样吧 你放弃大城市向农村发展 毛泽东觉得有道理 于是乎呢中共在小城市和农村发动群众 巩固革命根据地 把大城市呢留给了蒋介石 这个时候呢 蒋介石就动了跟毛泽东谈判的念头 早在8月14号 蒋介石呢就提议毛泽东说您到重庆来 共商国事 之后呢双方又好几次的电报来往商讨此事 8月28号 在美国特使赫利尔的陪同下 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坐着飞机 到了重庆 一时间呢整个重庆都轰动了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 蒋介石自然是欢迎的 他呢祈祷从现在开始国家就统一吧 但是他也立下了条件 这次谈判 政治和军事问题应该是一体解决 政治上呢能多宽容 咱们就多宽容 但是军事上那我是一步都不能让 结果呢双方互相坚持不下 和谈矛盾重重 进程缓慢 28号晚上蒋介石呢宴请毛泽东 两人相隔20年再见面 相逢一笑 但是未能一笑闷恩仇 蒋介石呢其实瞧不上毛泽东 不过见面的时候呢 他还算亲切 张口呢就称毛泽东的字 润之 而毛泽东呢 尊称蒋介石为委员长 表面看起来这两个人还都算客气 好了这招呼打完了 寒暄完了 客气客气也就够了 谈判吧 双方各自派人会谈 看上去双方都挺有诚意的 都进行了让步 到最后只剩下最后 也就是最核心的军队问题了 蒋介石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 要求呢中共把部队削减到十二个师 中共代表严辞拒绝 谈判不顺利 双方也开始了军事摩擦 国共双方在山西上党一带的大打出手 同时蒋介石也派出部队继续强占东北 总之啊 在这谈判当中 蒋介石是一步不让 但他又要求说中共能够以国家大局为重 哦 你是一步不让 你要求我要让你 这个结果肯定是不言而喻的 1945年10月10号那天 正好是当时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国共双方呢 在那一天呢 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 叫做双石会谈纪要 这份公报看上去很美好 说达成了若干共识啊 以后还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但是在军队等核心问题上 双方的分歧是依旧如故 重庆谈判虽然高调 但其实啊 什么都没谈成 毛泽东离开重庆的时候 蒋介石坐在花园里边思考 这毛泽东太自大了 难道他不知道 凭他那点人马 根本就没法跟我对抗吗 蒋介石对局势很自信 是因为他觉得 美国人会给他撑腰 然而1945年11月 美国人呢 告诉蒋介石 说美国会给国民政府呢 提供军事方面的援助 但这个援助呢 是有条件的 一旦国共爆发内战 这援助就会停止 蒋介石听了之后 当然很不高兴啊 但是美国人 马上又安慰他 说什么呀 美军会按照约定 运送20万国军 赶赴东北 这句话呢 让蒋介石 其实心里是好受了点 然而呢 运送国民党部队的美军船只 他只到了大连 驻扎在那儿的苏军 拒绝他们登陆 那没办法了 走吧 国民党的部队 只能转向秦皇岛 登陆之后呢 国民党部队便在山海关 遇到了八路军的阻击 国军最后还是突破了山海关 向沈阳推进 国共的这种地方性的 小冲突小摩擦呢 让美国总统杜鲁门十分不安 他派出前美军参谋总长 大名鼎鼎的五星上将马歇尔 作为特使到中国 来调停国共之间的纷争 为了配合马歇尔 国共双方呢 在1946年1月13号呢 宣布停火 商量呢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虽然看上去啊 国共之间的矛盾很深 但是呢 马歇尔对于双方的和解 其实还是非常乐观的 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自信 在马歇尔的策划底下呢 国共双方还是走向了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 商讨建立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的总裁是蒋介石 但是呢 有类似于像议会这样的权力机关 以约束你蒋介石啊 你总裁的权力等等 总之呢 就很有点美式这种三权分立的样子 会议结束之后呢 蒋毛二人都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大会的决定 但是呢 蒋介石的压根没打算遵守这个协议 他也没把这个政协会议呢 放在心上 相反呢 蒋介石早早的就急不可耐的准备召开制宪国民大会 耗制中华民国宪法了 蒋介石对国民党的高层人士说 说政协的这个决议未必就能拦得住制宪国民大会 只要宪法一出 他就可以依法办事了 虽然这政协会议看起来什么都没谈成 但是呢 已有的一些成果还是让国内外呢 为之振奋 马歇尔呢 趁热打铁转向了核心问题 整编军队 可能呢 就觉得有美国人撑腰啊 蒋介石呢 对共产党开了架 说在东北 我国民政府可以有14个师 你共产党呢 只能保持一个师 在全国范围内 国军可以拥有90个师 共产党只能保持18个师 对于蒋介石的要求呢 中共是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至少呢 是明面上 他答应了 好了 看到国共双方这么一团和气 美国大使马歇尔呢 已经是高兴的昏了头 自以为呢 自己是创造了不适功勋 事实上啊 谈判归谈判 国共双方的军事摩擦呢 是一刻都没消停 1946年3月 苏军撤出东北 国共双方立刻爆发了冲突 国民党军获胜控制了沈阳 不过呢 就在国共冲突的时候 马歇尔正在华盛顿那做汇报 或许呢 是他不知道 或许呢 他知道他装着不知道 直接就选择了无视 在跟杜鲁门汇报的时候啊 马歇尔那个言行举止 就仿佛他已经把这事呢 给半挺了 然而此时 国共双方呢 又在山东一带呢 展开了激战 等到马歇尔回到中国之后呢 长春一带又燃起了战火 马歇尔的这心情啊 那顿时是一落千丈 越调停他就越没信心 总的来说呢 其实马歇尔还是偏谈蒋介石多一些 毕竟呢 美国没有给中共一枪一炮 但是呢 还是给了蒋介石一些援助 但是人家美国呢 也有一个底线 就是我绝对不会支持你们的内战 只是履行之前的协议啊 运送二十多万国军到东北 在援助够六个月使用的弹药跟补给 至于说往后的情况啊 请你们国民党自己看着办吧 事实上就在马歇尔调停的时候呢 国共双方那是照打不误 1946年4月 孙力仁和林彪在四平大战一场 林彪战败撤往松花江北岸 在马歇尔的努力下 六月份国共双方的在东北停火 这也是马歇尔争取到的最后一次停火了 到了九月 国军呢又主动出击 围攻战略要地张家口 准备把东北解放区和延安呢 切为两段 中共表示说呢 如果说国军你这个时候再拿下张家口的话 那就彻底撕破脸了 就没法再和谈了 马歇尔呢 试图说服蒋介石停火吧 但是蒋介石依旧是我行我素 10月10号 国军攻占张家口 蒋介石自以为有了谈判的底气 说这个时候大家伙停火吧 提议停火 但是中共拒绝接受 到了11月 蒋介石盼望已久的制宪大会召开了 令人讽刺的是 由于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拒绝参加 会场上呢 都是空空荡荡的座椅啊 这个制宪大会 无疑是个片面的 由蒋介石操控的产物 到了12月下旬 制宪会议炮制了一份 所谓的宪法草案 蒋介石呢 大喜过望 声称的这个宪法 是他毕生以来最有意义的东西 中共呢 当然不接受这份强加的宪法 而中国的局势已经是乱到 马歇尔都没办法收拾了 最后马歇尔只能发表声明 宣布调停失败 随后我走了 返回了美国 国共谈了一年多 始终是没有达成协议 而和平随着马歇尔的离开 便也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1946年4月 林彪兵败四平 退到了松花江北岸 国民党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呢 跨过松花江紧追不舍 不过呢 因为马歇尔的调停国共停火 国军只能退回松花江以南 许多人呢 都包括蒋介石 都认为说这次停火 其实是救了你林彪一命 这也是国军在东北失败的开始 不过呢 乍一看 其实东北的局势 当时对蒋介石还是挺有利的 林彪呢 被压制在了松花江北岸 而国民党呢 则占据了长春呢 沈阳等大城市 不过呢 经过一番的休养生息 在发动发动群众啊 林彪的部队呢 又渐渐的恢复了元气 1947年5月 林彪再度挥师南下 然而又一次在四平碰到了钉子 那林彪没办法 只能放弃进攻 再次撤回松花江北岸 国军虽然他是守住了四平 但是他没办法彻底消灭林彪的有声力量 正所谓什么呀 乌漏偏逢连夜雨啊 总指挥杜玉明病了 不能指挥了 那蒋介石呢 想着找李宗仁 你去代替代替吧 李宗仁何等聪明啊 当即拒绝了 最后蒋介石只好找到了心腹爱将陈诚 去挽救东北 陈诚到了东北之后呢 发现这儿啊 根本就是个烂摊子 国民党的各级官僚贪腐成风 军队士气低落 又缺乏补给 从形势上看 国军虽然是占了几个大城市 但是东北90%的农村 都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虽然陈诚呢 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 但是没办法从根本上挽回颓势啊 甚至呢 连蒋介石都开始对东北局势表示悲观了 到了十月 林彪再次发动进攻 陈诚的苦苦之称 后来这东北刮起了暴风雪 林彪被迫撤退 国军也就逃过一劫 经过这一番打击 国军真的是要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您想想 一个士兵才摊上一百八十发子弹 那根本打不成仗啊 您可能要问了 这为什么国民党的援助 他运不到东北去呢 因为啊 华北一带 他都是中共的根据地 这火车他怎么过得去呢 相反通过作战缴获 再加上的接收日伪留下的武器啊 林彪的部队呢 是不断壮大 无论是装备还是士气 全都超过了敌人 在东北 中共已经是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了 等到了1948年春天 林彪包围了四平和长春 到了三月 林彪终于攻下四平 一雪前尺 解放军呢 也是胜利在望 蒋介石坐不住了 他认为陈诚无能 便撤了他的职 改魏力皇去了东北 魏力皇呢 到了东北发现这后勤补给 只够十天哪 还打什么仗啊 魏力皇只能下令坚守 那国军主力呢 都归缩在沈阳和长春两个城市 这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只不过呢 这因为东北的雪化了 到处都是烂泥 行军不变 解放军呢 才没有发动进攻 可是谁都明白 这个就顶一会儿 到了秋冬之际 天气一冷着路好走了 那时候国军呢 也就守不住东北了 蒋介石总算是同意了 魏力皇的请求 在11月撤退 可是到了1948年9月12号 林彪便发动了强大攻势 这就是著名的辽沈战役 林彪知道 国军如果战败 必然会向南撤退 他便撤军绕过沈阳 南下直扑东北南大门锦州 准备关门打狗 魏力皇室看出了林彪的杀招 联盟派出廖药香 带领9万人前去救援 这支部队呢 被解放军在黑山拦了下来 黑山阻击战 那打的是异常激烈呀 国民党以新一军和新六军等精锐打头阵 然而呢 解放军面对武卑于自己的敌人 依然拼死搏斗 顽强抗击 绝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廖药香 也是一筹莫展呢 听说这林彪围攻锦州 蒋介石也急令葫芦岛的 国军北上救援 这支部队呢 节节推进 但是就在距离锦州 只有40公里的地方 又遭到了解放军的顽强阻击 再也没办法前进了 10月15号 解放军终于攻克锦州 彻底完成了关门打狗之事 听到丢了锦州 廖药香大惊失色 连忙率部队逃回沈阳 林彪岂能放过他 立刻率军将其团团围住 经过激战 国军全被监 廖药香本人被俘 廖药香兵败之后 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就起义了 这样呢 整个东北只剩下魏力皇 还在沈阳顽抗 10月30号 解放军发动强大攻势 攻入沈阳 魏力皇呢 当即丢下部队 几乎是连滚带爬呀 登上一架飞机夺命而逃 11月2号 解放军清除了沈阳的顽敌 解放迎口 辽沈战役 就此结束 辽沈战役 解放军以七万人左右的伤亡 歼灭俘虏敌军四十五万人 蒋介石的王牌 新一军和新六军全都陪在了东北 蒋介石气急败坏的把魏力皇给关了起来 等候发落 但是这个时候 你就是把魏力皇给毙了 又能如何呢 国内物价飞涨 货币贬值 民不聊生 政府呢 财政拮据 军队呢 士气涣散 看上去蒋介石的失败 只是迟早的事情了 辽沈战役结束之后 没几天 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爆发了 在陈毅和肃毅的指挥下 解放军包围了黄百涛率领的第七兵团 为了拯救黄百涛 蒋介石下令其他部队呢 前去救援 好了 淮海战役就以围点打员的方式展开了 1948年11月 解放军呢 歼灭第七兵团黄百涛战死 随后呢 解放军又发动强大攻势 将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 包围在一个叫做双堆级的小村庄里边 蒋介石赶紧命令杜玉明 从徐州前去救援 结果又被解放军团团包围 战场的局势让蒋介石极为不安 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 蒋介石又想到了美国 他派出了宋美龄去美国要求援助 几年前呢 宋美龄去美国访问 一时间是震动全美 风光无限 蒋介石希望这一次宋美龄去美国 可以再现辉煌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在宋美龄去美国的时候 已经有人对美国政府建议 不要再给国民政府任何经济援助 美国军方代表也说呀 说国民政府的军队一塌糊涂 毫无希望 因此呢 宋美龄去美国转了一圈 没有要到一分钱 美国人的态度呢 也很冷淡 最后呢 蒋介石只能对宋美龄叹息说呢 与其遭人侮辱 还不如早点回来吧 没有得到美国的援助 蒋介石只能一个人面对这个不利的局面 解放军呢 已经是包围了北平和天津 副作义正在打算和平起义 山西大部分地区已经获得解放 山西王延西山率领十万大军 归缩在太原城里 至于呢 这杜玉明跟黄维呢 还被包围在晚北的荒野上 靠着吃树皮跟草根 苦苦支撑 1948年12月中旬 解放军向黄维兵团发起了总攻 三天之内消灭敌军12万人 俘虏黄维 现在只剩下杜玉明的一支孤军 还在顽抗了 到了这一步啊 胜负其实已经分晓 蒋介石在日记里边写下国家已亡 但是呢 他嘴上却不认输 不知道蒋介石是怎么想的 这个时候呢 他竟然还打算修铁路建水坝 但事实上 蒋介石早已经做好退守台湾的准备了 退守台湾的念头呢 其实蒋介石两年前就有了 到了1949年年初的时候 他更加觉得自己应该呢 另起炉灶 重新革命基础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 中央银行的金银财宝啊 故宫的珍贵文物啊 各大工厂的机器设备啊 全都运到了台湾 这种风潮下 有钱人纷纷外逃 各大港口都被挤爆 导致船票价格飞涨 只能呢 拿黄金去换 就在蒋介石打算退守台湾的时候 1949年1月6号 解放军终于向杜玉明发起了最后的攻势 四天之后 解放军歼灭杜玉明兵团 杜玉明本人被俘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几天之后呢 解放军发起了天津战役 解放了天津 北平成为一座孤城 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至此基本覆灭 而蒋介石的命运 也已经清晰的 不能再清晰了 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呢 国共的力量对比啊 彻底倒转 这一次呢 轮到中共应急了 1月中旬 毛泽东提出了和谈的八个条件 其中一项是惩处战犯 而这些战犯当中 就包括了蒋介石 那蒋介石肯定不接受啊 但是国民党内要求停火和谈的声音 一刻都没消停 蒋介石只能平生第三次下野 交出总统宝座和三军统帅的权力 让李宗人出任代总统 蒋介石虽然退位 但是仍然保留国民党总裁的身份 因此呢 这次下野啊 实际上呢 还是过去的套路罢了 下野之后 蒋介石先去了中山陵 带着蒋经国走进了陵寝 站在孙中山的雕像前 久久助力 低头不语 拜完中山陵之后呢 蒋介石坐飞机 离开了南京 去了老家西口 到达老家西口之后的第二天 蒋介石听到了一个消息 副作义起义了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这个时候呢 国民党还有350万人马 但是缺乏弹药 失败只是定局 蒋介石呢 只能开始规划大规模的撤退 国民政府呢 迁到了广州 至于蒋介石他自己呢 带着儿子蒋经国 回到了儿时的老家 浙江西口镇 一个人在母亲王夫人坟前的小屋里 是住了很多天呢 春寒料鞘中 始终有蒋经国是陪着蒋介石 在山间小径流连 在雪中漫步 或许是在追怀往事 或许是在感慨添翼 只有他的属下 一个个都认为 委员长呢 是在思索对敌大计 3月25号 国共最后一次谈判开始 蒋介石曾经要求停止谈判 他怀疑谈判代表 他都是中共地下党 某种程度上来说 蒋介石确实是对的 因为呢 4月15号 和谈的结果出来之后 蒋介石就大骂前去和谈的张志忠 文白无能 丧权辱国 和谈就此流产 而谈判代表们干脆呀 不回来了 留在了北平 参加建国大会去了 和谈既然破裂 解放军开始了渡江战役 突破了长江防线 同时呢 解放军在多个战场发起了强大攻势 准备扫清残敌 4月底 解放军攻占太原 严西山之前曾经慷慨激昂地表示说 要跟太原共存亡 但是呢 在解放军攻城的时候 严老西呢 把守城大任交给一个叫做金村方策的日本军官 说呢 我去争取援兵啊 随后带着一大堆黄金跑了 城破之后 金村方策连同500名公务员一起服毒自杀了 随着国民党大事已去 蒋介石也终于要离开西口了 蒋介石到母亲的坟前 一个人默默地待了许久 不愿意离去 但即便是再不舍 最终也不得不与生他养他的故土永别 登上去往上海的军舰 到了上海以后 蒋介石很快就在上海建立了指挥部 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说呢 要把上海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其实啊 只不过是吃人说梦罢了 解放军已经于4月23号解放了南京 5月3号解放军攻占杭州 逼近了上海 蒋介石呢 跟阎西山一样 终究不敢跟上海共存亡 5月6号 他乘坐的军舰离开上海 登船之时 两岸炮声隆隆 蒋介石呢 并没有直接去台湾 而是在舟山群岛逗留了好几周 又是沉思 又是散步 又是拜关音庙 可能呢 蒋介石还幻想着上海会打一场激烈的保卫战 但事实上5月27号解放军就攻占了上海 蒋介石的中国斯大林格勒也就成为了炮影 不管蒋介石有多么留恋 他在大陆的日子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最后蒋介石也离开了周山 乘船去了台湾 就在他离开的半年时间里 解放军横扫东南华南和西南 挺进西北 消灭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 10月1号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成立了 中国历余势力